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今天我们所讲的内容是澳湖推手实战理念之接手 如果大家想观看更多教学内容或者与我联系可以登陆功夫者官方网站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 在这里先跟大家简单的说明一下 国术发展到现在实战性受大家的质疑 我个人认为第一我们确实是实战模拟的少 第二个就是有几个问题被忽略 第一就是接手 今天我们所讲的澳湖推手就从接手开始 澳湖推手的动作我现在跟大家再简单的回顾一下 收手开步然后推手就是这个动作很简单 那它的接手动作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一接手上下一下推过来 在实战当中我们可以把这个动作拿来单练 实际上很简单 就是像这个样子 实际上就跟上次教大家的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是一样的 这个动作 或者说上节课 我们说科B 科匹里面用到的这个动作 这就是一个接手的动作 好 下面呢 有请我的助教 马先生 好 下面有我和马先生 我们先这个模拟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有马先生出钱 然后我用这个动作给大家做一次格打 然后大家看了之后 然后我再和大家说要点 和大家说一下要点 这个呢 那要点就在你拿 在一定要配合身法 还有呢 要贴身走 手要贴身走 当然 你这手上的硬度要够 手上的硬度不够 你这实战就假了 所以呢 在之前 我跟大家说过科匹 大家要去练科匹 这就是实战的用法 那现在我们做一下慢动作 给大家看一下 好 慢动作 你先出钱 在这里的时候 大家注意 一定要有这个 手臂一定要有弦 太极是一个圆 所以他要带你 然后注意 贴身走 一定要用身法 一定要用身法 你看 如果说我去掰他这边 实际上是很困难的 但是打到这儿 轻轻的去横破直 他的重心很容易就失去 而且我轻轻的一碰 他这个钳就蹭开了 所以呢 这个就是所谓的自古权势通兵法 不通兵法莫西钳 敌人打过来 这是他的前封兵 而且他已经长期植入了 我呢 以我的身体作为城池 我以重兵相守 轻轻的一转 在这里哪怕是用肩膀 这些都可以 而且我可以把我走的给复住 就是这样 练习的时候呢 两个人 油慢 还快 一 然后出了一点点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贴身走 贴身走 大家注意 贴身走 你看 贴身走 好 动作演练 就是这个样子 一开始不要使力 动作要点 我再重复一下 一定要转身 身板 配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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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 内领手 或者叫做反领手 因为领手是这个样子 反过来做的就是这个样子 把它做小 做小 这个就是内领手 这个就是一个疙瘩 接手的动作 然后配合上 身法 配合上身法 这个呢 建议大家就是找一个 对练 每天呢 由快 由慢到快 出钱不要太重 慢慢地把这个感觉找到 有一个要点 就是要不要怕 要做到全到临身躲 全到临身躲 什么意思 麻烦 慢慢地躲 这就是老祖宗的智慧 这一个叫智敌的烧解 等他的拳出来了 力量都差不多 我轻轻一碰 轻轻一弹 他重心就没了 而且呢 我也很容易就晋升到他 还有一个要点呢 就是 一定是 不要打交叉 比如说他出这边拳的时候 我来这边隔 实际上 你就处于危险了 为什么 因为 对方就能打到你 所以 大家练的时候 对练的时候呢 一定是这个样子 他出这边的拳 我拿这边来隔 他出这边的拳 我拿这边来隔 对 一定是这样 然后呢 配合上这个转弯 配合上手腕的滚动 手腕的滚动 就是这样子 好 布置一下今天的家庭作业 这个动作呢 示范大家一定要用心练 一定要用心练 如果实在找不到对练 可以去找一个双干 然后专门找一个干 然后你就让他当中线 比如说 现在马先生是双干 平常这些健身器材都用不到 你找一个 差不多在你的 找一边就可以了 找一边 借他 然后差不多就是在你下 一前的地方 然后来做这个动作 来反复的做这个动作 就是这个景色 这个呢 建计大家每天 也是不低于一千次 不低于一千次 然后尽量做到这个裹身 裹身 把身板用上去 好 今天的课程到此结束 如果大家想观看更多的教学内容 或者与我联系的话 可以登陆功夫者观看网站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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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